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快速的教大家怎麼使用 Da Vinci Resolve Da Vinci Resolve是一個免費的剪輯調色軟體 聽說好萊塢都用這個軟體來調校顏色 然後不多說我們趕快來教你們怎麼用這個軟體 我們就先在Google打Da Vinci Resolve 他們的官網上面就可以找到Download 我們就下載Da Vinci Resolve 那安裝這個軟體很簡單 你就一直按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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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完成了 好然後我們就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這裡就是一個管理所有專案的地方 那我們就在New Project 然後打入你想要的 好進來我們當然要先看得懂 那我們就先到Da Vinci Resolve Preference 裡面有User 然後這裡就可以調成你想要的語言 看這下面有媒體過一個是編輯畫面 一個是調色的畫面 然後一個是編輯Ancient的地方 然後最後是輸出 編輯影片之前 我們要先到Project Settings 這裡有一個Frame Rate 看你最後輸出想要一秒鐘及格 但是輸入完之後 把檔案丟進來就無法再修改 那上面這邊的Resolution 設定你要的畫面大小 那其他地方可以先暫時不要理他 好我們就手邊拉一個神奇的畫面進來 這個Media Pool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影片拉下來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編輯 好囉 那我們就開始來剪輯 分割畫面按Ctrl B 如果要刪除的話 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按Backspace 刪除 然後留空格 或者是按Delete 他就會把後面這個畫面往前補 好那我們現在要按Delete 然後Ctrl B 停 停 Ctrl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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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快轉這個畫面 按右鍵 按Change Clip Speed 設定速度 然後按Change 那如果想要慢動作也是一樣 Change Clip Speed 那現在看起來有點無聊 那我們就隨便拉個按右鍵 來 Ctrl B 接 Delete 刪掉 好最後我們可以Fade In Fade Out 就在影片上面這邊拉一下 那我想要前面的聲音是Fade In 後面再Fade Out 好這個很神奇的影片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來到了調顏色時間 我喜歡到Log裡面 然後這邊可以調對比 飽和度 色相 色溫 還有一些神奇的東西 整體的亮度 亮部 中間調跟暗部 大概拉一下 好啦完成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片段 如果要全部都同樣的顏色 你就按滑鼠滾輪中間 讓所有的顏色都變一模一樣 好我們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輸出啦 好如果你要上傳到YouTube 這邊就已經有一個預設的 就可以直接按 Add to Render Queue 然後找你要輸出的地方 然後就按Start Render就好 那如果你要更進階的設定 這裡面慢慢摸索 好那我們就直接按輸出 好 就完成了 我們看看影片吧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那這裡 點這裡 就是這裡 這裡有一些 我Davinci Resolve剪出來 跟調過顏色的影片 你們可以欣賞一下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或者是看更多影片 好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說謎 fidelity 阿 謇 那個 門 的時候 她 紫 你 ボ